哈喽,大家好,我是AFA国际认真学院的逸三老师,我也是一位香气大师 今天要来跟大家来去分享的我们的香气百宝箱里面的非常特别的一支精油 我们叫做Alysia K. Baba的三基胶精油 我们也叫做所谓的Metron 这支油来说的话,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我的脑海之中出现很多的问号 为什么?因为我听到它的名字Alysia K. Baba 然后又听到三基胶 这个名字都好特别哦,我在想说它是一种动物吗? 后来当我去深入的研究跟了解完之后 我就发觉到说,哇,原来这支精油在台湾来说的话 台湾人对它来说不陌生 为什么呢?原来它是我们在台湾里面常常听到的Metron 的一种所谓的料理的食物 你都可以看得到它 那如果三基胶精油来说的话,你把它打开来 你去闻了它的味道 你会觉得说,哇,老师这味道跟某一些味道好接近哦 没有错,它可能跟所谓的柠檬香茅 就是柠檬草 它可能跟柠檬马鞭草 那它可能跟香蜂草 它的味道都很接近 为什么?因为它们的主要的一个化学结构 叫做柠檬泉的含量其实是很多的 那柠檬泉来说的话,可以去提升我们的一种心灵的力量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的同影片有提到说 三基胶精油对于提振精神 帮助你一个阳光普照的精神的感受 对于其实它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一般来说,在秋冬忧郁症的时候 或者是秋冬抑郁症的时候 或者是你情绪低落需要被支持的时候 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可以帮自己去调配出一支支持自己的力量的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三基胶这支油又是张科的精油 张科在我们的植物家族之中是一个生命力也算是很强大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它有很强大的叫做支持陪伴的效果 所以一般来说的话,如果我要调了一个支持陪伴的精油的话 老师喜欢把张科的花梨木来跟我们的这个三基胶来去调和在一起 所以我自己有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支持的力量的配方 帮你去缔造出一个阳光普照的一种感受的配方 来我提供给大家来去做一下了解 那像我自己就喜欢去用佛首干加甜橙 再加三基胶 然后再加罗马阳干局 再加花梨木 这五个是我专门拿来去强化的一个阳光普照的一个情绪的力量的配方 那比如说我就会怎么调呢? 我就会调甜橙三滴 配上我们的佛首干两滴 再配上我们的三基胶两滴 然后再配上我们的罗马阳干局一滴 再配上花梨木两滴 这样总共是十滴 你可以调和在二十毫升的植物油之中 然后拿它来去做按摩 或者是你把它加在我们的精油的熏香机里面 拿去做扩香 那它都可以达到了很好的一个强化情绪的力量的一个效果 那通常来说的话 老师在调香水的时候 也特别的去喜欢用它 为什么? 因为你闻人它的味道之后 你会发觉到说 它的味道比柠檬香茅来得更甜美 然后更细致 所以你在调香的时候 如果你的前味 你的高音的部分 你选择的是三基胶的话 通常来说的话 它可以给你带来的一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香气的感受 那三基胶在台湾来说通常它是春天的时候开花 那通常在台湾你在三基胶的树下 你看到很多的花瓣它这样子洒落下来的时候 通常代表什么? 春天就降临了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在一个黑夜里面 今天你是在一个寒冬 或者是今天你是在一个沧桑的秋天的时候 你需要一种被支持被陪伴的感受的话 那其实三基胶它就是你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当然在我们的芳僚上面来说 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一个丰兄的配方 好吧,我们喜欢把三基胶还有茴香 还有依然依然来当作主调 来去调一个丰兄的配方 尤其针对产后的秘乳 它的整个的帮助是特别的强大的 好吗? 那想知道这个配方吗? 那还有更多的资讯 我们都会在我们的AFA国际芳僚师的认证课程之中 要来告诉给大家 那希望你会喜欢我们的这一支三基胶的精油 那记得咯,下次再调香的时候 不妨加入了一些三基胶 它可以来让你的整个的香气更加的细致 而且气味来说的话 有更特别的感受咯 那我是伊山老师 谢谢你